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国推大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晨7点05分32秒了 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 同时也是专栏作家福泽桥 桥哥来到了节目的现场 桥哥早安 哈喽志平 然后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我是福泽桥 是凡事都可以桥 凡事都负责在桥 好我们今天早上的一反过去 请桥哥来上节目 一开始就要聊主题的话 我们今天先来一场现场日语教学 好哦 那就是你要问的就是 这一次的赖总统的事情吗 对 这个赖清德总统在就职演说当中 有讲了八个字 我坦白讲 我是非常好奇 我好奇他的英文怎么说 也好奇他的日文怎么说 这八个字就是所谓的不卑不亢 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我都很好理解 可是不卑不亢 这有点文言文 请问日文怎么说 对这个不卑不亢 这个日文的原文 我必须要讲 当赖总统把他讲出来的时候 那个日本的媒体 整个也是觉得头很痛 因为这个不卑不亢 你知道就是这个成语要把它翻译成日文 对日本人来讲 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那所以我看了半天之后 我发现了日本人就是日经新闻 他们翻的那个是我觉得翻的最好的 他们叫做 那什么叫 就是不惨媚 对不惨媚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跟不卑是一样的 因为你卑不就等于是惨媚 对那然后就是 他今天就讲说 我今天我也不要 就是把自己变得非常的高昂 对那高昂的那种气势 就是一副气势凌人的样子 那这其实就是非常符合不卑不亢 而且他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里头 其实对于那个整个 就是我们在讲说压运这件事情 你有看那个小丸子吗 对不对 有有有 小丸子他也也不是那个有常 经常会写那个三五七的句子 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写得非常好 所以说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媒体人 有没有读书真的差很多 对 尤其是如果说你要在那个短短的时间里面 把它翻译成日文 然后呢 又要翻的恰当 又要翻的好 翻的对 信雅达嘛 对不对 信达雅 信达雅对不对 要翻的好 这就不容易了 你知道信雅达跟信达雅之间最大不同在哪 最大不同是什么 因为呢这个信达雅这件事情啊 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做翻译 因为我经常进行要跟帮一些 呃就是名人嘛 或者是这些呃 财界的这些名人去帮他做口译哦 信达雅这三个事情其实是一个一个 就是level one level two 跟level three 持续不能更改 持续绝对不能更改 对为什么我刚才一定要纠正 制品这件事情 因为第一件事情 你要翻译的时候 信什么叫信 就是我有没有完整把你的意思表达出去 这个信嘛对不对 答就是这个意思有没有达到真的就是彼此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协调 雅就是最重要的 雅你本身你翻译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不是文雅到底是不是优雅 这件事情其实是最难的 那所以信达雅三个是持续不能颠倒的 所以呢像我在帮制品翻译的时候 就要看对手 对不对 如果对手是一个可爱的妹妹的话 那我一定要先让他雅就要把他排到前面去 哦 有没有信跟达那是另外再说了 哈哈哈哈 好这个呃 乔哥的解说总是非常引人入胜啊 我们回到这个正题来就是说在赖金德总统他发表就是演说之后 我蛮好奇的因为大家都关注这所有的媒体几乎都在关注这个美国的反应啊中国大陆的反应 但是日方的反应是什么呢 这个是蛮有趣的哦 因为日方呢 第一个我们在讲说这一次来参加这个赖总统的这个总统就职啊 嗯 日方算是有史以来派了最多的这个超党派的联盟啊 呃到台湾来大概三十几位的那个议员啊 那这三十几位的国会议员到了台湾这边来的时候 那当然就对于这个赖总统他的说法呢 其实是非常的就是应该是说非常认同啊 那为什么认同原因呢 其实因为赖总统所讲的大家讲说 哎那个大家一定知道嘛 他在提了一句叫做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对不对 他讲了这句话对吧 那其实呢这句话在日本媒体解读 那你这个其实就是之前的就是呃维持现状的一个同样的概念 对因为互不隶属本来就是互不隶属的事情嘛 那所以对日本媒体来讲 日本媒体说哎 第一个你其实是符合大家的期待 因为大家最大的期待并不是说 你今天你把现状改变了 然后比方说因为大家其实那时候 我记得在上个星期所有的日本的财经媒体 他们把这一个星期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赖总统的就职演说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会担心说赖总统会不会就说宣布就说比方说像独立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用语出来啊 那结果呢他所发表的其实大家都符合说日本人的他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所以包括连日本的官房长官官房长官林方正 那官房长官的那个职位是大概是什么样的地步 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说日本有日本首相对吧 那日本首相的第二把交椅其实就是官房长官 那官房长官是负责所有的所谓的行政啊 这些相关的这些事情 那那个首相他当然是负责整国务跟整个外交 这整个外面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所以呢官房长官林方正也对这件事情呢 就是说对赖总统的演说呢 表示了一个非常欢迎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因为呢在台湾的对外关系里头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什么样的观点呢 就是美国跟日本对于台湾来讲那影响力是最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我们在讲说 从现在的整个世界局势我们来看 就是说因为现在美中对抗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美中对抗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 其实美国日本他们之间的一个想法跟一个走法 对于台湾的影响 因为都是日本跟台湾都位在最前线 这最对抗的最前线上头 那这上头里头你该怎么去面对 就是中国的这部分的这相关的一个回应 那这就变成是对台湾来讲 他必须要维持好日本这个关系 但是在过去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就是现在的副总统萧美琴 那其实还有包括之前的小英总统 他其实呢对于美国关系都维持的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的稳定 那反过来讲呢 就是赖总统他本身的话 对于日本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事情的话 他反而是琢磨比较深 而且呢在日本的媒体里面 日本媒体在报道他的背景的时候 其实他日本媒体一再强调的一点 他是一个对日本非常友好的一个总统 那为什么他对日本非常友好 包括了就是说他当赖总统过去 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他其实呢在包括了就是我们在讲说 乌山头水库的八田雨衣的这个像 那然后呢还有包括呢 他曾经在雄本2016年雄本大地震的时候 他是全台湾第一个就是地方的首长 捐钱捐钱到雄本过去的 那然后他也是第一个首长到了雄本去 等于说去探访啊去等于自艺 这样的一个等于说一个 我们在讲说是一个政治人物 那所以呢他用这样的方式 那对于日本人来讲 日本对他的好感其实非常的高 更不要讲说在我们在讲2022年的时候 安倍首相遇刺他要出病之前 其实那时候赖总统他以私人友人的身份 当然那时候还是台湾的副总统 那然后呢他进到了日本 然后到了安倍的家里面 去跟安倍的家属去做自艺 这些所有的事情看在日本人眼里的话 对于赖总统的印象其实是非常的好 对那所以呢这也是代表着 就是说接下来过去八年民进党在 就是蔡英文执政之下呢 其实在维持欧美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 其实做的还算不错 但是呢接下来的话 其实在这接下来的这个赖总统接手之后 对于日方日本的这个关系该怎么维持 其实就要看他怎么去做表现 是刚刚今天我们的受访者福泽乔乔哥 有提到赖清德总统特别重视跟日本的关系 我同时也举出一个例子 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 就是在520 5月20号 赖清德他早上发表就职演说之后 当天的中午立刻赖清德所吃的第一顿这个午餐 就是款待来自日本的这些个相关的贵宾 所以呢也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正好乔哥为我们分析的就是赖清德总统 非常重视跟日本的关系这件事情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评为您邀请到资深的媒体人 同时也是专栏作家福泽乔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请乔哥来分析第一件事情 我们当然讨论这跟520有关 赖清德总统特别重视跟日本的关系 好这个我们先进一段台呼 我们请乔哥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再过后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早安台湾 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上7点15分27秒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我们邀请了资深媒体人 同时也是专栏作家福泽乔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请乔哥为我们先分析了 有关于520这个话题 日本其实也非常重视跟台湾的关系 正如同赖清德总统重视跟日本的关系一样 因为这当中有非常密切的地缘政治的一些互动 那么乔哥刚刚都为我们做了解说 乔哥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看到因为台积电在雄本 有设立相关的晶圆厂了 所以当然你花了不止一次 我记得都是两次到三次的时间 为我们来看一看雄本的现况是什么 好多好多台湾人进入到雄本去工作 于是乎对当地的生活 对当地的一些社会 都造成了一些相关的改变 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有兴趣 我看到你的po文里面说 日本的儿童午餐免费了 那这跟台积电有什么关系 这个非常重要一个观点 这个不是日本的儿童午餐免费了 而是雄本的儿童午餐免费了 对因为过去当然就是在台湾一样 就是台湾你今天你要吃午餐的话 当然家长还是要缴一定的费用 都虽然说有公费 但是他当中一定抓一个比例 对吧 那然后呢在这里面的话 因为雄本过去其实跟台湾是一样的 那跟台湾一样的话 就是说必须呢由家长来支付一些部分的费用 那但是呢因为自从那个台积电进入到雄本之后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什么事 一些就是有台积电相关产业进入的 这一些二级的这个地方城市 我们在讲说乡市公所 他们说我口袋满了 对为什么口袋满了 因为大家缴的税金高了 对那小的税金高了 你今天你是一个政府机构对吧 行政机构 那当然你一定要回馈给你的百姓啊 对那你回馈你百姓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就把这个钱拨了预算 就说哎那个夏志平 你儿子女儿这些的那个午餐费用不用了 香公所帮你出 哎香公所这钱为什么从哪边来 就是因为呢 因为台积电我们大家知道 二月的时候已经开始第一场已经开始运作 对因为台积电在雄本 那个我们在讲说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叫做菊羊丁 菊羊丁是菊花的菊 太阳的羊 菊羊丁 菊羊丁过去这地方是在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他过去是最大的 雄本最大的那个高丽菜的产地 对哇那菊羊丁整片 都是高丽菜员 现在是高丽菜变菊园啊 对啊那所以呢 这高丽菜跟菊园的价值我想说这个我们大家掐指一算 尤其是那个夏志平手上那么多股票 你就看他有没有买高丽菜股票 没有好不好 高丽菜最好有股票 哈哈哈哈 对那所以呢就是因为他把高丽菜员变得一个就是菊园厂 嗯那所以呢整个一个税收就拉高 拉高之后回馈给民众 回馈民众做好做法就是在办这个所谓的这个午餐呢 午餐免费所以呢 日穷本的学童的午餐免费呢 其实完全是因为台积电进驻的关系才让这个学童免费 那这件事情这样的发展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绝对是好事 对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我们在讲说其实台积电最大的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他在海外设厂 尤其是在日本 嗯我想说日本我自己过去有很大的经验 日本他过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民族 我经常在讲说日本他们其实是每一个产业每一个产业 或者是每一个乡镇 他都像一个村子 那这村子他外头的话有很大的一个围离 你今天外人想进去对不起没那么简单 真的像我以前我在首相官邸 那个等于说我们在日本采访的时候 我是没办法进到首相官邸的记者团的 我虽然是台湾的驻外的一个媒体 那不是他对台湾的媒体歧视 包括连CNN BBC全部都进不去 那对于日本人来讲 首相官邸的这个记者团 首相所发表的这个有关日本国政的相关的这些事情 只能让我们的自己的国内的 这国内要讲是日本的记者团里面的几家媒体 他才能够知道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壁垒 他其实是层层分明 像台湾其实台湾非常open 你今天你这个外国记者 开玩笑行政院院会什么的 你要记者会你要去 其实大家欢迎 这个哪里 对对完全不一样 还特别点他发言 对我跟你讲 日本那边你那天没可能的事 对那所以呢 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呢就造成了就是日本他们其实是一个层层封闭的社会 那在层层封闭的社会里面 台积电这样的一个给民众 尤其是给当地的民众的这样的一个回馈 对这个整个一个台积电的印象 当然是绝对是非常的好 所以呢这件事情 其实我我自己是非常乐观其成 但是重点出来了 这则新闻了 这新闻其实后来呢 这家电视台他把他放到了他的YouTube的官网去了 然后底下很多台湾人会留言 对那台湾人留言你知道流什么言吗 流什么言 为什么你们的营养午餐都吃面包 对我看到那个画面 对他就是一碗汤 然后一片面包然后一些沙拉 对我就想说像夏之平还是小学生的时候 小学五年级我就已经57公斤了 那我的饭量这么的大怎么可能会够 不是75公斤 林老师 没有就是那我要吃两份才够了呀 对所以呢当这个 因为这个电视台的这些的看到这些留言之后 他们立刻打电话 乔哥乔哥 为什么他们都觉得说 我们这个吃面包是觉得这个菜色不丰富 我说当然啦 我说你这个菜色 如果放在台湾的任何一个小学里面 你会被家长标骂标死 被骂死了 对那所以呢 但是他们就觉得说 因为小朋友喜欢吃面包啊 对那然后我们都准备小朋友喜欢吃的那个菜啊 我说不是哦对不起哦 台湾的这个他就赶快问说 那乔哥那个台湾的营养午餐到底长怎么样 我说台湾的营养午餐重点在于必须要非常的这个所谓的 就所有的那个菜色一定要平衡 对营养要均衡 这是重点一 重点二 你必须要时常的换菜色 对你如果没经常换菜色 尤其现在我们在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就是新住民进来嘛 那新住民有很多的这个他们的子女呢 也进到的一般的小学中学进去 所以呢你必须要符合新住民的这些口味 咖哩啦什么的都必须要放得进去 你们这个东西太无聊了 不行的 对然后他说乔哥那你们你们这个营养午餐呢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说其实呢在乔哥小时候啊 其实我们也不吃营养午餐的 我们都从家里带便当 我不晓智平你有没有遇过 对那个便当 我想智平就是怎么样 就我们吃便当的时候 他专门去那个便当蒸饭箱里面 去偷人家便当的那个人 没有我是负责去扛便当的人 就是在之前先过去 不免中这个上下起手一番 包括老师我要去扛便当了 其实智平会提早十分钟去 然后每个每个人便当先打开有没有 先看这个便当 有鸡腿先咬个两口 我最好是我有这个勇气就好了 你跟梁静茹不是很熟吗 你好冷哦 对那所以呢 那在那时候 那他就问我说 那台湾的这个营养午餐到底要付费 我说其实像我刚刚在提到那个真便当 对 我在讲说 其实我们连真便当我们都要付费的 你记不记得 对 我们那小时候 那个就是每一个学期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先缴钱之后 然后学校会发一个便当牌 你记不记得 对对对 便当牌我们还必须要那个穿线有没有 对 然后把它绑在便当盒上面 没错没错 那没摆上上面 你如果去真便当这就是不对 对你这样子想起来 讲起来我就回想过去 真的是如此 所以你经常把人家那牌子丢掉吗 因为你在偷吃人家便当 没有啦 这样子讲 好像我变得非常行为上有瑕疵 我就是爱吃而已啊 不过我觉得我看到这一篇报导 就是当然是一段影片 这是电视台的影片 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更大的疑问 我觉得这非得要请教乔哥不可 什么疑问 为什么这个给日本人看的这个影片里面 他的字幕都是中文 这个其实我跟你讲 他后面其实有个幕后黑手 是谁 这个幕后黑手我跟大家讲 揪出来鞭打 没有 我跟你讲这个我们要学那个网路上讲 说记者快来抄 对 这个幕后黑手其实就是我 乔哥 为什么 好来我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其实呢 大家可以上网去搜 一个叫做熊本县民电视台 对熊本县民电视台 它是在熊本县里面 其实它是一个最大的一家民营电视台 那那时候呢 我其实是因为我过去在有在日本做被华士派到日本的一个驻外经验 对 那然后我就去跟熊本县民电视台去谈了一件事情 谈什么事情呢 我说 我说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因为到2025年 因为刚才志评有提到2025年台湾台湾会有很多人 因为其实志评没有数字 所以他就呼咙过去又讲很多人 那其实有多少人我可以跟大家讲 但我有统计数字 数字大概是2025年的时候大概会有5000到8000的台湾的关系人口 关系人口不是新竹关系哦 是有关系没关系的关系啊 关系人口啊 就是5000到8000人的这样的关系人口会在那边 为什么呢 因为台积电每一场大概会需要600名的这个工程师 那然后台积电很可能在熊本会有三场 那所以呢 我们在讲 我们用600为基数 我们乘以3 等于先当帮 一早帮大家上数学课 乘以3 那就是多少 就是1800人 1800人你必须要再乘以3 来考制评 为什么要再乘以3 因为三个场啊 不然呢 三个场已经加起来了 一个场600 然后600乘以3是1800 这个3是三个场 那然后另外还 这个1800还要再乘以3 啊我知道 1800为工程师要不要带老婆去 是 要不要带先生去 要不要带老婆小孩 然后一起带过去 所以一个一个工程师 我把以一个就是大概乘以3 就是一个家庭来计算 所以那时候大家算一下 1800再乘以3是多少了 5400 5400了对不对 OK好 那5400再加起来的话 这个那个台积电过去之后 他是不是必须要前段工程跟后段工程 前段工程跟后段工程加起来 未来包括像日月光 他们都可能要进驻到雄本去 所以台湾会大概有22家到26家的 就是前后工程的供应链 会到雄本进驻 所以我的数字是这么算出来 就5000到8000人 那这5000到8000人就问题出来了 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讲日文 嗯嗯不会 不会 好那不会讲日文 他们有没有需要收到雄本当地的资讯 需要 需要 可是在台湾或在任何的日本的媒体里面 看到看不到 看不到 那看不到的情况之下 所以雄本现名电视台就它存在的必要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你必须要开一个channel 开一个channel上面必须要上字幕 字幕是必须讲 用中文把它写出来之后 让人家知道说 你雄本现在发生什么事 我来乡手就是你 就是我 但是呢 这件事情其实重点不在于新闻出去 重点在于怎么样 要让当地的名 就是在雄本住的台湾人 能够习惯收视这样的一个内容 收视内容之后 因为万一如果发生了 我们在讲说地震 或者一些天灾 你是不是要第一时间收到一些讯息 那因为现在大家是习惯看YouTube 是 那所以呢 他就可以YouTube直接开直播 哎下次平赶快到哪里去避难 这样子只要去喊到这个东西的话 完成这整个系统 这才是整个一个完整的一个 我们在讲媒体人 尤其不见不 我们不管是在央广也好 我们在哪 我们其实就是最主要的功能 其实就是在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能够散播第一手的正确资讯 那这个就是我在跟雄本县民电视台谈的 这整个逻辑 所以我跟讲 我要说服他们董事会 我说服了一年 乔哥 你要不要去竞选雄本县的县长啊 不用 你帮大家考量的多完整啊 包括上上次你在节目中分享那个学校的事情 是 天哪 各位我们是不是今天我们预言一下 未来的雄本县的县长今天来上节目 还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直播为您邀请了资深媒体人 同时也是专人作家福泽乔哥来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从520开始聊 聊起了聊到这个还是热门的话题的熊本 原来熊本这个电视台 叫民营的这个电视台 现名的电视台 上面的中文字幕得之于乔哥的灵感 得之于乔哥的沟通 各位真是造福大众啊 台积电要不要感谢乔哥啊 没有没有不用感谢我 但是呢可以把这个讯息呢 跟如果你有亲友现在已经在熊本那边去工作的朋友 你可以请他们去订阅这个频道 好的 好 各位听众 就今天也因为时间也接近尾声了 我们除了谢谢乔哥来上节目之外 也要谢谢各位听众啊 每一天都准时收听早安台湾 或者是上到早安台湾的官网来 随选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我们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同时有高昂的工作时期 跟你说拜拜咯 乔哥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